在河南武志县乔庙镜的黄河滩区 万亩稻田一片金黄 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 经过收割脱离装车等工序 收割后的稻谷被运往储粮仓库 当地利用黄河水资源优势 发展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高标准粮田等农业项目 规模化种植水稻 常年种植绿色生态水稻2万亩 这个正式很好 没有冰海 才让今年我们预测 一起来不进作 感谢观看